大家早安 這裡的群人現場 我們繼續帶你來聚焦 在南海的局勢 這中國大陸和菲律賓 在南海這邊的爭端不斷 大陸就指控非國的軍艦 馬德雷山號 已經所謂的作態 也就是擱淺在仁愛礁的海域 已經二十多年了 遲遲不願撤離 也對當地的生態環境 帶來破壞 而現在中國大陸官方 發布了這一段新的影片 明確指出馬德雷山號的維修 甚至有持續建築加固的位置 中國大陸現在再度要求 除非方要撤走這一艘軍艦 避免持續破壞仁愛礁的生態環境 空拍畫面可以看到 位在南海海域的中央 這個仁愛礁海域附近 這個非國的馬德雷山號 就在這邊持續的擱淺 大陸發現菲律賓還裝設 疑似是遠程攝影機 更是在船中央建立所謂的船中村 看起來設備是相當的完善 好 其實可以從中國大陸 他們發表的這個聲明 可以觀察的出來 現在中非之間 中國大陸先前說 在南海的爭議 這個菲律賓方面 是不斷的侵擾主權 而且有挑釁行為 那另外現在說 為了仁愛礁的生態環境著想 希望非國可以趕快撤離軍艦 當然現在已經上升是打環保戰 這樣子的一個攻防了 好 中非之間在南海的爭議 當然除了軍事動作不斷 大陸也是加大 在南海的活動之外 也是大打環保牌 原因是大陸的環境生態部 在昨天發布一項最新的報告 指出強調中國大陸 是有主權的黃岩島的這邊 環境品質維護的很好 部分活珊瑚的覆蓋率是很高的 實際上和澳洲的大保礁是類似 那周遭海域的海水 還有沉積物和魚類的體內 檢測出來是都沒有氫化物的 但是相對比之下 其實進一步的就是在指控 菲律賓的軍艦不斷的在這個 仁愛礁附近的海域擱淺坐攤 所以導致當地仁愛礁的環境生態 已經造成嚴重的破壞 甚至說船員們一直在當地來助手拘留 所以也有進一步的對於海洋生態有污染的狀況 所以導致當地的珊瑚還有水中生物死亡 而非國現在也反控中國大陸 在當地仁愛礁這邊挖沙子破壞珊瑚礁 才是破壞生態環境的元兇 不過對此大陸外交犯人 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記者會上頭 則是重申中國大陸在當地是有主權的 並且重視採取切實的保護措施 要保護南沙群島的珊瑚礁的系統 還有島礁周遭的海洋環境 而大陸方面當然是在南海這邊 除了軍事上的活動不斷之外 現在有醫療活動 這是大陸的解放軍 南部戰區的海軍醫療船 思路方舟號 現在已經前往到南海的各個島礁 要執行健康送海疆的活動 也要持續擴大在南海周遭的一些活動 而先前根據日本防衛省的一個資料 顯示說山東艦有現身西太平洋 但是美國的海軍學會新聞網在9號 也做出了一個報導說 這個編隊其實在菲律賓海有所活動 也就是山東艦在抵達西太平洋之前 其實在菲律賓海的北方有一些活動 對此大陸官媒環球時報 現在就引述軍事專家來做出報導 並且反擊認為說 這是外媒故意渲染山東艦在菲律賓海進行訓練 是想要讓外界把山東艦的常態化的演訓還有南海的爭端 聯繫在一起 是外媒試圖要製造在南海這邊的緊張氛圍 好 當然隨著菲律賓和中國大陸在南海的緊張局勢持續推高 那飛國的軍方現在有一個最新的動作 今天抵達到澳洲的北部將和美澳的部隊要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這也是飛國空軍六十幾年來首度派戰機前往海外 可以看得出來飛國現在對於南海的局勢是有一些不斷要持續的部署 跟其他各國的盟友來進行演練的 好 不過中國大陸也可以說是軍事上和周遭的鄰國有互相的這個結合演訓的部分 這是和白俄羅斯的雄鷹突擊2024陸軍聯合軍事演習 在白俄羅斯舉行 這也是白俄在四號正式成為上和組織的會員國之後 中白兩軍第一次的聯合演訓 這一次演訓是以執行反恐怖行動的任務為主 雙方是採取了混合編隊演練如何營救人質 這也不是中白雙方第一次進行聯合演訓 但是由於俄烏戰爭持續那現在北約又在華府召開峰會 時間點是特別的敏感的 但是中國大陸現在強調說這是中白兩軍的正常軍事交流 是不針對第三方國家 好 說到北約現在還在華府舉行會議 那這個會議即將有三天的行程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在聯合宣言上表示 現在認為32個同盟國都認為中國大陸持續在幫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他也表示中國大陸提供了多項的設備還有工具 讓俄羅斯建造飛彈以及炸彈 史托騰伯格現在指出北約仍舊是北美和歐洲的聯盟不會變成全球的北約 但是中國大陸的確是有造成全球的威脅 是需要亞太的夥伴持續來合作應對挑戰的 在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和中國大陸的結盟是越來越密切 其實從那一年開始北約也陸續邀請了紐西蘭 還有澳洲跟日本南韓四個國家要參與峰會 今年是他們第三度與會第一次參與聯合宣言 當然見指中國大陸的意味可以說是非常的濃厚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有額外的折扣 有額外的折扣